近日,广东再次遭遇回南天天气,到处云雾笼罩,水珠连连,整个广东就像一个巨大的水连洞,适度高达75%至100%。 3月5日,广东现在是一个巨大的水连洞的话题,登上百度热搜。 许多广东民众留言说,回南天见多了,今天太严重了,空气都挤出水来了。 实际情况比这还惨,楼梯上跟用泼了水一样。 房间的瓷砖全是水,地板永远不干,关门关窗都不行。 做作业的时候,屋内在下雨,家中仿佛置身水连洞。 湿度高达75%至100%的天气,给深圳市民带来了不小的困扰。 即使家中门窗紧闭,一觉醒来也会发现家里处处滴水。 为了对抗这种室内威尼斯现象,市民采取一系列防潮措施,包括空调除湿,报纸吸湿,挂干燥包等。 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,广东2月4日出现回南天,入木之处云雾笼罩,水珠连连。 5日,广州气温继续回升,回南天持续。 航班剧烈颠簸,乘客吓坏了,尖叫声不断,乘务员的声音都颤抖。 3月3日晚,西藏航空拉萨至成都的TV9846航班,临近降落时,多次遇到气流颠簸,飞机上下剧烈波动,左右摇晃。 乘客吓得紧紧抓住扶手,不断尖叫。 视频显示,事发时机舱剧烈颠簸,乘客紧紧抓住前方座椅的椅背,惊叫不已,甚至咳嗽起来。 空姐则持续透过广播安抚乘客,提醒乘客扣好安全带,照顾好孩子,又表示这是飞行过程中的正常现象。 不过,有乘客随即反问,正常吗? 片段中,又可听见空姐的声音发抖。 有乘客事后描述,事发时,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,突然遇到气流,电了五六次,甚至有乘客哭了起来,空姐的声音突然变调给乘客带来压力。 又有乘客表示,一个气流颠簸,当时挺吓人的,大家现场呲哗乱叫的。 女士们先生们,我们的飞机在下降过程中,受过停泄流产,产生持续稍微停泄的电波。 请在做一场休息时,飞机却安全带控好近顶,请不必担心。 这水鱼在飞行过程中的正常现象,在一场门山上,已经照顾好您的海阵。 洗水间有紧停止使用。 站在使用洗手间的旅客,请领转好手注意安全。 我们将停止一切各口,直到这些行者。 在零碎城风口袋内,有白色防水系携带,公民在运运不适时使用。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,不受财团、政党影响、真实感言。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,或者想要郁家娱乐、丰富人声,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 订报专线,0800-566-688。